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情況 就是那個登月計劃其實還沒講完 在後面簽了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我不知道其他的觀眾有沒有留意 事實上在之前美國總署那個新上任的負責人 它是抨擊中國的 它說中國是想獨佔地月球 不是什麼叫獨佔地球 獨佔月球 我不知道這個講法本身有沒有自下根據 可能基於很多不同的原因 政治的原因 但是你現在有沒有感覺就是 現在這個狀態有一點點回到那個冷戰的味道呢? 就是說因為跟其他國家厲害 所以特地要派人 還是美國是一個純科學的原因 要在月球建立那個基地呢? 我會這麼說 這裡要跳開一點點 不只是科學層面了 適逢我們節目做的時候 戈爾巴喬夫逝世 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個標誌性人物結束冷戰 結果就是說在他過世的一天 我們其實看到冷戰重啟 重啟緊的 其實應該就是說 我應該 其實不只一個人說的 就是那種叫做沒有燒煙的戰爭 以前就叫冷戰 現在就 即是冷戰裡面可以包括武裝衝突 但是現在簡直就是一種鬥而不破 大家都懶惰辦完鬥 但是其實鬥得超級重要的那種現象 其實就出來了 因為如果從科學層面所說 你說的是如何由中國大陸的人 他們那種國內的頂尖的人才 去到美國學習最新的技術 將它用學術交流的方法 將這些東西 叫做運輸回中國大陸 然後在那裏做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甚至乎去叫做騎著第二位準備去爬頭 這個已經不需要說了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甚至乎我會用一個更加激烈的字眼 其實整個政策 我簡直看到中國大陸是在說他們是 weaponizing their people 也都不需要在一個人自願的情況之下 他那個政策就是在鼓勵這件事 這個本身的根據就是什麼呢 我自己個人的觀察就是 在我自己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就是親自看到 所有美國最新鮮的企業 最賺錢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在中國移植到中國 都變成了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在說那些什麼支付寶 Paypal對於支付寶那些東西 你那些這樣的 Chatting Apps 那些Messenger 那些東西 怎樣是人家立即搬過來 甚至乎中國大陸就 他不需要發明新的東西 他將然有東西砌出來的東西 我那些新的東西就比你外國那些東西 說自己發明 這件事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了 其實已經在說了 只不過就是在大家有好關係的情況之下 亦都在大家產生到的經濟效益之下 就不需要成為一個這樣的競爭 但是如果只需要在這裡有人有意識 去希望自己成為一個霸主 甚至乎就是這些東西呢 我拿了你的東西 但是我又不會有個機制 找回一些東西 益回你的時候 那個護理變了由 那個雙向程度就慢慢變成單向程度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戰爭的開始了 是不是說 其實你看看拉片戰爭的緣起期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第五節我們都要講講這個 戰爭和科技之下的關係 但是如果我們重溫那個冷戰的歷史 事實上是對那個卓科技 以致其他電腦 甚至電腦科技有一個很大的刺激 如果沒有這個 大家在太空競賽 今天很多的科技的發展是不會出現的 那絕對是的 那有競爭有進步 老套一點這樣講 甚至乎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了蘇聯在後面競爭 就是在後面盯著 然後沒有中國大陸去的那些常鵝計劃 這樣一直有新的創建 新的突破 他也拿到自己的證據 美國未必那麼有心 打算去那些什麼燈月 燈火星的計劃 未必那麼上心 好 那這個呢 我相信這個結論也是 現在在冷戰1.0的時候 就是美蘇的競爭 現在冷戰2.0就是美國和中國之間 在不同領域 科學領域裡面的競爭來的 那這幫我們要是涉及了超越科技的發言 所以我們就只能講到這裡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其實上個星期我們已經發現了 不過上個星期我們太多話說了 就是黑洞有這個聲音 錄了一段東西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哲學性的問題來的 在黑洞怎麼會有聲音 什麼聲音呢 這樣的 這篇東西一出了 大家就說媒體上很興奮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航外體熱鬧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太上心 那我這裡要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 當然你會說在太空裡面是真空 真空哪有聲音呢 這個是 但是如果靠近黑洞的話 那黑洞的周圍是很多氣體在這裡 有氣體的話就是有媒介 有媒介的話有這些媒介的機械震盪 那就是有聲音 其實無論你說在固體裡面傳的聲音 液體裡面傳的聲音 就是他們可以隨著一個 在他們的一個媒介裡面 我震到你的時候 將那種撞擊能量一直傳遞出去 那其實就是一種 就是我們叫做機械波 機械震盪 其實所謂的聲音就是不外乎 在一種媒介粒子裡面的機械震盪 那你說如果黑洞周圍那裡 有一些的機械震盪在這裡 不奇怪的 因為周圍有很多氣體 太陽也有太陽風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說 太陽風有時候吹得比較慢 有時候吹得不太慢 甚至乎你將它想成為 我們八號風球 走出去碼頭吃風的時候 那些風噴噴聲 噴噴噴聲 太陽風都有太陽風的風聲 是很合理的 它有東西扔出來 周圍有個媒介 但是這些媒介帶著它上面的震盪 一直傳遞了過來 就是它的聲音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你說這個黑洞本身是代表著那個 其實黑洞的聲音 我告訴你 要說佩巨冷水 其實不是來自真正黑洞中心的聲音 黑洞裡面沒有東西傳出來的 這個只不過是黑洞外圍那些東西發出來的噪音 甚至乎都外圍得多麼內圍下的 都不是很靠近黑洞中心的東西 只不過向著黑洞 我們看到外圍有些東西噴出來 那些噴出來的東西會是有震盪 於是我們將那些震盪 那個信號我們都不是直接 放一隻耳朵去聽到的 我們是知道它有這樣的機器 就是有這樣的風暴震盪的信號 將它變成一個聲音的演繹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頻率 怎樣去分佈 我們將它叫做什麼 它就叫做signification 就是將它變成聲音化去 將這些震盪 我們可能看到那種震盪 是由那個電池信號看到的震盪 我們將這種震盪 變成一種機械的震盪 變成我們耳朵可以聽到 其實我們現在用麥克風講電話 都是聲音震盪 機械震盪變成電池震盪 再變回聲音震盪 其實都是一件這樣的事 現在去NASA我覺得挺有噪頭的 它將這些量度到的外圍的 那種風暴震盪的信號 變成一個聲音 給出來就說黑洞的聲音 那我就覺得OK 那你就讓人聽到黑洞外圍發生的事 在學術上我就會覺得 對於我們了解黑洞比較深入結構的東西 其實就沒有什麼知識在背後的 我就覺得 但是對於它外圍發生的事 都是一種有意義的 data 那我們回顧一下 是不是事實上是 Steven Hawking第一個說 這個黑洞會噴一些東西出來的 是不是他第一個說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 這些很多時候 Steven Hawking說的那種黑洞噴東西出來 它有個量子層面說 說那個黑洞 就應該會有一些量子效應 是有一個義力學的效應 令到它應該要有東西出來 然後同時在我們觀察裡面 我們看到那些黑洞結構很多時候都有些噴流在這裡 但是那些噴流是不是從裡面出來呢 就多數不是 但是我們搞不搞得清楚什麼機制 就能夠符合Steven Hawking所說 其實它裡面都有些東西蒸發了出來 是一個什麼的機制 令對可以那種 那種叫做能量質能散失那種效應 可以合理地體現到義力學定律 就是這個背後的機制是怎樣 其實還沒有搞清楚 但是你說是黑洞外圍 有些很強的東西噴出來呢 這個是看得很清楚的 這個就是 那現在我們去看那個黑洞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主要靠那個黑洞噴出來的 任何的信息去發掘這些黑洞呢? 現在看這個黑洞最主要靠X光訊號 甚至加碼射線 其實最多就是你看那個 有些好像是質量很高的很強的X光射線源 那基本上我們就會看它的黑洞 然後你可以再仔細寸近一點 甚至可以看一下它的頻譜 那類似如此類 那台長你剛剛去highlight了的 就是那個Trandra 很出名的Trandra X-ray Observation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專門看X光的那個 頻道的那個人造衛星 去周圍去看一下強的X光射線源 那它就不只是看黑洞了 可以看到中指星 甚至乎其它的超新星爆發都可以看到 你如果問我真真正正可以看到 就是它看到黑洞一些更加深入內部的有趣情況 我反而會比較著緊看它的重力波訊號 中微子訊號 甚至乎加碼射線X光這些訊號 那它照計程應該是由一些更加內部的地方去出來 你如果看能量級數比較低的 有些可見光甚至紅外光 通常是比較外圍一些的東西 但是我不會說它沒有意義 因為你不同頻譜的訊號 它發出來的光各有不同的 但是對應於一些比較低能量的東西 通常可能是對黑洞來說相對外圍一些的東西 那現在講的這個聲音那樣東西 我亦都會覺得是完全是外圍上的東西 那我會說如果你很想了解黑洞外圍的那個叫吸積盤 那個叫accretion disk這個東西 它那個的演化裡面的東西 那個跌下去的過程合不合乎我們那個理論上的預測 那我會覺得這個聲音訊號 就是有它的那個研究意義在那裡 那以前我也看到很多人就特意去研究一些叫做 那個無論黑洞白矮星還是中指星 外圍的這個accretion disk 甚至乎那些有些叫吸積盤的 那些叫做magnetohydrodynamics 就是這些這樣的課題 就是那種帶磁性的流體力學 我們怎樣去理解外面那裡這樣去圍著 因為它在這些這樣的中指星 黑洞和白矮星外圍 它往往有一個很強的磁場 在一個這麼強大的磁場干擾之下 那些東西去掉下去中間的洞那個行為 會和我們遇上有什麼不同呢 會不會我們考慮清楚這些這樣的物理效應 之後我們能夠解釋到我們觀測到那種這樣的結構呢 那種這樣的噴射呢? 甚至乎會不會我們不小心去找到一些機制 去驗證到Steven Hawking 它那個黑洞輻射的那樣這樣的事情呢? 那這個我在說在天體物理學 尤其是在說黑洞的天體物理學裡面 其中一個其實是真的由我讀書 看到現在都一直在玩 一直還沒玩完的題目來的 一直有很多新的知識在裡面 那那個技術性是我們怎麼可以真的聽到這些聲音呢? 因為剛才我們講的就是太空本身其實是很多的震動 那這個所謂的星光是透過什麼可以傳遞過來的? 其實是這樣的 等於你去看外面 我打一個這樣的比喻 你好像在看那顆星 其實太陽我們看到很猛烈 但是其實你可以想像到它上面有很多高低起伏的 可能有時候這塊光一些那塊暗一些 很多高低起伏在這裡 基本上整個太陽它都是一閃一閃小星星來的 但是當然它閃得很厲害 它已經很慘眼 上面的高低起伏根本我們眼睛分辨不到 這些高低起伏 其實它帶來外面的噴射流 各個方向有強有弱 它總體上可能都是向外射 但是有時候會弱一些弱一些 大家都知道有些叫太陽黑子 太陽風暴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它們上面的那些信號高低起伏 這些信號高低我們就純粹用我們的光學觀測來看它 我們看到光學觀測 看到這個噴射流突然出來多了少了這樣 然後你看到它有時候就是那個 你有一個頻率可以當出來的 from一聲這樣 其實不是 你就不是看到from一聲 不是 我們是看到from那一下 但是這個信號在我們那個儀器上面 看到有個起伏 我們將這個信號的起伏 將它變成一種聲音來展現出來 譬如我們光的信號我們講頻率 聲音的信號講頻率 我們將在這些儀器上面量到那個頻率 有時候甚至乎我們 就是我們應該就是做一個叫mapping的東西 我們看到這些他們上面 這些光的信號下面 反映都在下面有些什麼動態 將這些動態去變成一種 我們將它理解成它上面發生的機械震動 將它變成一個聲音演繹這樣的意思 那裡面有沒有加工呢? 我看到它用那個remix 有沒有加工呢? remix的原因就是很多時候就是看一下我們 怎麼說呢? 我們去量度 我們不只是一支 不是用一個探測去量度 我們可能是用幾支東西去量度幾個不同的頻度 然後我們將它組成出來的 所以東西是mix在一起的 我們不是說有一個儀器去量度全個頻譜的東西 而是有各自幾個儀器去量度幾個獨特的頻譜 然後我們將它合在一起出來的 就是這件事在天文學上面經常發生的 我們人眼看的東西基本上就是將整個 可見光紅柵黃綠納鉛子的頻譜全 接著其它紅外紫外的 我們的時辰經沒有反應 然後我們就mix出來重組的影像 但是我們實際上天文觀察機 可能有些是強X光的頻譜 有些是沒有那麼強X光的頻譜 有些可能去到紫外光的頻譜 每度聽的是小小 但是我們要將它這幾樣東西 重組一個影像出來 現在就只不過重組一個聲音出來 就是我們這個remix其實以往就經常做的 remix一個影像出來 或者remix一個聲音訊號出來 明白了 好了 因為那個我不知道那個版權問題 如果在Patreon 其實我們很容易做的 我們將這個聲音放回到那個節目裡面 但是Youtube我們要考慮一下那個版權的問題 可能會觸犯一下 所以大家如果比較穩陣一點 就去Patreon那裡 因為我們會將這個聲音給大家聽聽的 或者就算在頻道那裡 我會放多一個link 讓大家可以找到那個聲音 可以怎樣點擊 大家在留言那裡會看到的 是的 我們大家留意 好 下一次回來也是講影像 就是因為這個James Webb的 太空網遠鏡的影像實在是太激烈了 就是說我們每個星期基本上 每個星期都有新的東西可以看到的 我們都要看一看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